大家好,我是薇薇,欢迎大家来到缤分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分娱乐现在开秀 只要娱乐圈还在,每天都是周一进 虽然今天是周四,但是依然喜闻乐见 只是这个瓜呀,大的出乎意料了 今天早上9点,罗志祥前女友非常善解人意的选择了这个 记者不用加班,媒体不会骂街的时间点公开分手了 阅读量12亿,直接引爆了今日话题 估计所有人的朋友圈也都为之疯狂吧 连微商代购都奋起直追了 虽然但是在此之前,这对情侣一直都是被大家公认 即将走进婚姻殿堂的准新郎新娘了 从罗志祥出道以来,可以说绯闻不断 从蔡依林到李玉芬,但是都是颇数迷离,没有官宣 直到2014年2月3号,罗志祥被爆出恋情,两人爱因意思上暗戳戳的发了很多同款 还一同出入餐厅,虽然没有公开,但好像也不太避讳秀恩爱 当时周扬青还被称为小Angela Baby 开服装潮店跟阿娇呀,赌王千金和超连的关系都非常的好 用周扬青的话说,两人在一起9年 罗志祥愿意公开并且承认怕她的女生 可见她的与众不同了 在外界看来,两人的关系一直都非常的稳定 罗志祥没事就帮女友带带货 周扬青前段时间还在微博发了跟罗志祥妈妈的合照 直呼妈妈 甚至有网友发现,从周扬青爱因意思的照片来看呀 她已经住进了罗志祥在内湖购买的豪宅了 眼瞅着好事将近了 但是今年1月突然就出现了变数 差不多节点就在1月23号 这一对每条爱因意思都会点赞的情侣突然没有了互动 周扬青用来秀恩爱的小号也停止了更新 3月2号,罗志祥还发了一条 素颜就是这么轻松简单 暗讽周扬青全脸整容 关键自己在视频旁白里边说 什么叫做素颜 没有贴过眼睫毛 没有聋过鼻 没有疯过唇 没有垫过下巴 这叫素颜 偏偏这些部位都是周扬青做过的 而且她确实喜欢用素颜来标榜自己的自拍 但周扬青也不示弱 3月8号发了一组照片 今天是富贵女孩 曾经罗志祥的潮牌logo就被怀疑 抄袭了FOG这个品牌 很明显周扬青就是专门穿这个品牌来恶心罗志祥的嘛 而不知道其中发生了什么的大众 只能是被动的吃瓜暗自的唏嘘了 怎么说也是九年的男女朋友 分个手不能一扁两块就算了 还似的那么难看 未免有点没必要了吧 就在热度有点下去的时候 谁成想呀意外等来了 周扬青的自爆自锤才发现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呀 周扬青的分手公开文 煽情和锤爆渣男并存 一部分是怀念啊逝去的青春呀 另外一部分则完全是 呵渣男给老子死 料真的是太足了 劲爆到啥地步 一直渴望拍吻戏的蓬蓬被曝光了恋情 但是都没有多大的讨论度 书先来总结一下 一 恋爱期间罗志祥不可以看对方手机 因为这是信任问题 二 这次他就是看了 不光看了还发现罗志祥有两个手机 另一部是专门用来撩妹的 三 他不在家时 罗志祥就带不同的女生回来过夜 四 罗志祥每到一个城市 都有可以一块住酒店的姑娘 五 和旗下一人化妆师 都有着不正当的关系 六 和兄弟在一起的时候 对女生不尊重 七 还发生了多人运动 他是钢铁之躯嘛 感觉一年365天全年无休的 说是时间的管理王者也毫不夸张呀 真白天极限挑战 晚上挑战极限 想想电动马达的称号呀 可能也不是浪得虚名的 对不起 我真的不能一个人瞎 但坦白讲 尽管周扬庆的爆料让人震惊 但是罗志祥的扎呀 也不是无迹可循的 网传的四百页的娱乐圈大瓜当中 聊到罗志祥就是说白龙王让他戒狱 戒掉就可以红过刘德华 红过刘德华可能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但罗志祥啊 在女性上翻车不少 和人裸聊 被人曝光了裸着上半身的照片 以及尺度很大的聊天内容 出事的时候啊 罗志祥哭哭哭哭的表示 女方先要求主动引导的 后来的短信内容啊 也可以看出来是罗志祥主动出击 把兄弟的女朋友变成自己的 罗志祥和欧帝是发小级杯的兄弟啊 两个人后来还一起做了一个组合 罗密欧 组合受不受欢迎暂且不提了 但兄弟两个人的感情是真的好 跑到欧帝入伍服兵役的期间呢 很放心的把自己当时的女朋友 Mikio让他帮忙照顾 罗志祥自然也没有让好兄弟失望 直接把他照顾成了自己的女朋友 以至于啊 到现在兄弟两个还都没有和好呢 和经纪人之间呢 暧昧不清 经纪人在网上内涵周扬青 试穿罗志祥的鞋子 摆拍罗志祥的同款照片 穿着罗志祥送给周扬青的同款 甚至有一年的生日 经纪人和周扬青 分别给罗志祥准备了聚会 罗志祥的朋友周扬青 都能够和善地相处 就连罗妈妈都能够处成朋友 咋就偏和这位经纪人和不来呢 网友说呀 因为在经纪人的心当中 觉得大家都是女朋友 谁又比谁高贵呢 顺带被网友起礼了 另一个和郭彩杰的瓜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呀 甚至有人说他玩过俄罗斯转盘 至于这个是啥呢 不了解的朋友啊 可以找一下答案 看完真的不知道该说啥了 罗志祥 你还是听句丁香医生的劝吧 要说康熙来了 真的是个宝藏节目 之前蝴蝶姐姐参加节目的时候 小孩子说 可他为了哪一个人开公司呀 结合现在周扬青的爆料呀 答案似乎早就告诉过观众们了 甚至还有网友翻出来了 罗志祥电动马达后说出的话 以及这首歌猛男日记 开始脑洞大开 书想说 不至于不至于 尽管他和妈妈舍稳的事情啊 一直被人诟病 但是也不至于到这一步呀 后来他来内地发展之后 参加了极限挑战 开始慢慢洗白了 只是一个游走在花丛当中 习惯了的男人 真的能收心吗 有人说小猪真的很喜欢周扬青了 多人运动都不带她 是真的爱 可拉倒吧 周扬青现在唯一庆幸的是 自己勇敢地离开了这个渣男 对一见钟情的品如 死缠慢打的追悼手 之后啊便与其闺蜜搞上了 小三尚未绝世般配的爱情 又遇到涅槃重生而回的品如 红世贤立马变心 对标周扬青控诉罗志祥的那一点 你去到每一个城市都有可以约到酒店的女生 耐不住寂寞的男人都一个渣样 而那一句出了圈的台词 在现在看来呀 用在他们自己身上正合适 你好骚啊 三观奔裂穷摇剧 情世深羽蒙当中的何书桓 必须得贡献出那一句名台词 我不是天下唯一一个 为两个女人动心的男人吧 曾经年纪小 不懂什么是爱情 什么是专一 以为那些年的何书桓呢 就是深情男人的代表 恋爱就要找他这种的 直到了成年了 终于懂得了他迷人的精髓 深情背后的多情 他愿意哄着你 陪着你 宠着你 但是你千万别想太多 因为他对别人也这样 他爱你是真的 但是他戒不掉别人也是真的 言情武侠剧 倚天屠龙记 张无忌 说起来张无忌几乎是称之为完美的 金庸笔下的张无忌啊 有着开挂般的人生 家世背景显赫 努力奋进 事业有成 而最关键的是 每一个遇见他的女孩 无论有多么优秀 都会深深的爱着他 无法自拔 想到当年的回忆啊 哪一段不是甜蜜到偶像剧范本呀 可最后的结果呢 都是被渣男伤得体无完肤 周芷若情深至此 走火入魔 小赵不求回报 选择成全 就连赵明 虽然他得以和张无忌共度余生 但也是一无所有了 而且谁又能够保证 这个男人以后 不会再勾搭上其他小姑娘了 毕竟他是如此这般 就连结束都能够大意凛然 你都对 我不配 不解释 不后悔 分手吧 下一位 影视作品当中啊 常会因为戏剧的效果夸大剧情 塑造了人物形象啊 会过于巅峰 我们也总会说 那又不是现实的 是电视剧 是电影呀 实不知 戏剧来源于生活 甚至远远比不上生活 影视剧当中的渣男 多少都收着点 他怎么就放肆到如此地步呢 猜想啊 就算是有人想拍一部渣男剧 也没有人敢翻拍他的真实故事吧 因为那根本就过不了神 而罗志向这一次啊 也算是特地的凉凉了 不光因为渣男本质暴露无遗 关键是以往树立的专一人设 彻底崩塌了 参加节目的时候 一本正经地说 女生不是用来分享的 因为她们以后要嫁人 粉丝见面的时候呢 上演着隔着塑料板 接吻的戏码 上快本的时候 一大地强调自己的专一性格 还曾经自保 自己有感情洁聘 现在看起来呀 简直就是一个惊天大笑话 立人设就得做好崩塌的准备 再看看罗志向本人 今天的中午的回应 我做的不对的 我也会检讨 很多事情 不只是只言片语 就可以去说清楚的 也不再去解释 但我不后悔 可以说是扎的明明白白了 反正不否认也不承认 就是我最后的倦样 总之呢 偶像崩塌 没有一个人设是无辜的 而罗志祥凉凉 也是慕庸置疑的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分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